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课是艺术 就是学艺术的 那你哥后来去当那个空姐和主播 其实当空姐是因为小时候 我们不是都要写一个志愿叫做 长大的梦想是什么 那我就写说 长大我想当空中小姐 好肤浅喔 哪样肤浅 很多女生的梦想都嘛 是那个当空姐 关于妳小时候梦想是当空姐吗 不是 但是妈妈是空姐 但是她就很肤浅地觉得很 是很漂亮的一个志愿 真的 我小时候我的梦想也是当空姐 你知道吗 就高着行李箱这样子 结果太矮考不上对不对 你怎么这样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小时候看着妈妈出国 然后去机场接她的时候 就会看到那个机长引领一个团队 穿得很漂亮的那个空姐制服 然后呢划过机场 所有的人就盯着他们看 我想说他们接下来下一站是什么 就觉得对他们人生 充满了好奇 那我就觉得长大之后我一定要试看看 知道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 就去考了 然后呢开始受训的第一趟 我就返回了 为什么 我就回家跟我妈妈说 原来空中小姐是这么一回事 为什么 其实在受训的时候 你还有很多的幻想 可是在真正幻灭的是 是非的那一趟 是非 因为是非呢就是从台北飞到高雄 高雄台北台北高雄高雄台北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当年在我飞的时候 一二十年前是这种情况 所以你第一趟是非下来 你是头昏脑胀 为什么 因为你不 你就是没有得休息 你台北飞到高雄 马上又高雄返回台北 要上餐啊什么上饮料 对 一直来回 然后你的时间非常短 只有三四十分钟 可是要做的事情很多 然后你那时候还不适应飞机的状态 我第一趟就吐了 空姐在那个服务的时候 没有 我是就是 因为我觉得飞机不是很平稳 又飞太多趟了 就觉得有点 遇到不了 然后那时候 座舱长非常的严肃 他们就说你们新进的空服员 要记得怎么样怎么样 就心理上也有个压力 然后我就觉得我快要吐了 可是我想说我要撑着 我不能吐我不能吐 然后那时候 座舱长正在厕所里头 我洗手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就 座舱长对不起 我就把他剥开 吐在他洗手的那个洗手台 有没有被座舱长惩罚 没有 他原本是个非常严肃的座舱长 然后因为我吐了之后呢 烤鸡血草莓空姐 对啊 没有 他立刻态度非常的好 他还请我到就是旁边休息 因为那已经是最后一趟了 他就说你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 那空姐是很辛苦的 然后我回家跟我妈妈说 这段历程 我说我没有想到空姐 是这么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点幻灭那一趟 你从长荣又后来转到华航去 我是先考长荣 然后再考华航 然后我是在长荣受训的时候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转 你觉得说华航比较美吗 制服比较漂亮吗 就是传说中是制服比较漂亮 然后另外就是 你看 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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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荣 没有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长荣 他是没有男生的空服员 华航当年是有 除了空中的飞安 那个飞安人员之外 还有就是空中少爷 所以很多粗纵的工作 比如说 累得给男生做 你知道在厨房 其实你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要扛那个就是轰餐的那个铁架 什么粗纵的 如果在长荣呢 就是因为只有女性空服员 所以在长荣考试的时候 他特别考了一项 菊亚铃 蛤 菊亚铃 真的 他就叫你拿了两个亚铃 然后就这样 左边几下 前面几下 上面几下 那听说有一些那样抖的不行的 就不OK 但华航的考试就没有这一项 不过听说考试的考官当中 有一位是会看面相的 这是一直多年的传闻 就是不能有那个 摔飞机的面相 它其实是个传闻 但我记得那时候考试 很严格要求就是 一定要一百六十公分以上 那时候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有一个妹妹 真是可爱极了 就是连女生看到都会觉得 这个甜美 就是你会觉得 这女生一定可以考上 可是她的身高就只有 一百五十九点二吧 还是就是 就是差不到一公分 对不到一公分 可是我们就想要帮她 打走 拿 打头 打走 第一就是在她的头发上面就绑了 那个包子就绑高一点 你会长一点 发包 就垫高一点有没有 想说这样比较 可以增加一点高度 另外呢 还在她的丝袜里头 垫了卫生纸 因为你要脱鞋 可是你不用脱丝袜 所以丝袜里头垫了卫生纸 可是没想到电的卫生纸 一踩还是扁 然后考官呢 就看到她头发怎么扎得 比别人高了太多 你先拆下来 一拆一两 一百五十九点七还是八 还是不让她过 她当场就这样哭得出来 虽然要长得漂亮 但还是要 空姐还是要干粗活的 一定要的 不要以为就是飘飘那样上去 没有 马上换了冰地鞋 围裙就是要做事情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空姐时期的照片 一二十年前的照片 所以当年如果有都 有搭过华航的人 应该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制服 它有两套 一套是这个紫色的 一套是比较粉色的 很美 好端庄 对 很端庄 而且有没有看到 那个指甲油跟那个唇彩 它是要有搭配的 还有规定 有规定 我们开会的时候都要检查 那个手指伸出来 像我这样跳色可以吗 不行 就是你的手指 要放在你的那个嘴唇旁边 是不是搭的颜色 不过讲起来 对 全世界哪一 你们空姐自己一定会比 哪一家航空公司的制服最美 对啊 要穿就要对 我很喜欢华航的 真的吗 你自己本身是哪一个 我是阿联酋 阿联酋又戴帽子 披一个纱的对不对 那也很美啊 对 那我自己很喜欢那一家 国籍的我就很爱华航 华航的 华航养大的小孩 你是华航的眷属 是 然后你后来是考阿联酋 对 为什么 怎么没有考华航 因为我那时候是 你身高几公分 我174 那一定太高了吧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根本就名模身材了 怎么会去考空姐 我考空服员呢 其实从小 爸妈都说你以后长大当空服员 我就把你断手断脚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行业太辛苦了 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当空服员 但是呢 只要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阿联酋来台湾招募 然后想说我对这个世界 也还是非常有好奇心 尤其是非洲这一块 因为你知道在台湾的航空公司 我拿卷数票出去玩都是 什么欧洲 美洲 然后亚洲 非洲这一块很空白 我想说我对这个地方太有兴趣了 去考阿联酋 所以我就去了 阿联酋会飞一些好多我们 大概听过或者有点陌生的 奇怪的地方 对不对 是 很多 你有飞过哪些怪怪的地方 比如说塞内加尔 比如说 这是什么 塞内加尔 你热情的国家是不是 然后肯亚 又飞肯亚 乌干达 乌干达 对 这些地方 然后有一些是我以前 根本没有听过的 什么摩里西斯 什么西小斯这些 好棒的人生体验 可以飞这些地方 那你那个时候是在台北考的吗 我是在台北考的 那一次很有趣 因为在台北考试的时候 阿联酋的考试是这样子 就是全世界各个城市 它都会开免试 那你是各国人都可以来 比如说假设在西班牙 马德里开 台湾人也可以去的 所以那时候在台北考试的时候 超级多外国人都来考试 但是呢 主办单位无法消化 这么庞大的人数 在三千多个的时候就关门了 然后我就 我在考试的时候 我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尖叫 在敲门啊 因为超多外国人 就飞这一趟来这边考试 就被关在门外了 他只是在台北考试 但是考试的人国籍不限 是 对 最后录取了二十个人 真的是超级海选耶 然后中间大概有十几个 十五个台湾人吧 有五个外国人这样 那其中有一些 环节是比较有趣的 像刚刚那个摸糕啊 我们现在这个摸糕 什么叫摸糕啊 摸糕 就是他们的规定是 要一百六十公分 我们的规定是呢 你垫脚摸 要摸到两百一十二公分 哇 垫脚 对 可以垫脚 可以垫脚 飞机有那么高吗 很高 而且好重 那个柜子真的好重 所以你要够高嘛 那我那时候 在考这一关之前 去洗手间 发现每一间都客满 为什么 而且每一间的外面 都吊着人啊 因为他们想要吊着 然后双脚离地 这样子手可以拉得比较长 等一下可以摸糕 所以 这好像是什么 空服员补习班教的 屁股吧 所以我 我一进厕所 吓死了 每一个都吊着这样 就像长臂员那样 吊着 对 吊着 可以把筋拉开一点 手是会比较长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空服员 其实个子很小 可是手超长的 那我可能有机会喔 我可能有机会喔 其中还有一个环节 我觉得很有趣 是考官他会演出 角色扮演 他会扮演出 非常生气的客人 这个背景是这样 他说假设你自己是一个 饭店前台的经理 那有十组非常重要的客人 比如说社交名媛啊 政治人物来订的房间 可是你的电脑出错了 只有两个控房 然后呢 他就给你们讨论一下 你们要把这两个房间给谁呢 之后呢 我们讨论 那最难搞的一定是政治人物 跟名媛贵妇啊 有钱就是任性 然后呢 我们讨论到一半 他就突然说好 停 他就Bonnie 他就开始演了 脸就拉下来了 然后他就说 我现在是社交名媛 我没有拿到房间 我很生气 然后他就开始演 然后我那时候就吓了一跳 我想说你是戏剧系的吗 你真的很入戏 他们用生命在考我们 你知道吗 你这时候就得要不停地跟他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可是我要可以给他什么 其他的饭店 什么升等什么 他就要看你有没有被吓到 因为我们上面的 这种客人实在太多了 傲客很多 那他对语言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呢 当然就是你要 能用英文解决这件事情 对 我们看一下你空姐十几照片 好啊 我们说阿联酋 很美耶 好有中东的那种味道 对啊 你怎么会画成这样子 你为什么画都可以画成这样子 是他有特别教你要画成这样吗 很厉害 这就是我自己从以前都这样画 就看不出你是华人 对 根本就不觉得你是华人 对 很厉害 好了啦 是上班的时候都要穿这样 服务的时候 我如果飞长班呢 我就会画漂亮一点 那飞那种短班的 或者是 长班才画漂亮一点 没有帅哥的航班 我就会 随便画一画 我就上班 你之前 你之前看班表看得出 有没有帅哥啊 可以啊 你喜欢哪一国的菜 哪一国男生啊 哪一国的菜 哪一国的菜 所以要飞哪个线路 觉得哪一国的男生很帅 比如说像你要台湾航班 我就画美一点啊 好会说话 好好笑喔 考上空姐真的是美梦成真